西提第一题 若两正数合为40 其成绩最大 那么求此二数 那应用问题呢 我们先看后面 它要求两个数字成绩最大 因此我们要先把这个成绩函数 先把它设计出来 那么目前呢 是在单变数 所以呢 我们先使用它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先假设这两个正数呢 是X跟Y 那因为呢 X跟Y合是40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式子里面呢 得到这个Y 可以用X来表现 也就是Y会等于呢 40减掉X 好 40减X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成绩函数啊 我们可以令这个成绩函数呢 让它是F X 那本来应该是F XY的哦 但是现在是在单变数哦 所以呢 这个成绩函数呢 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 X乘上 这个40减掉X 好 这是两个数字啊 一个X一个Y 好 一个X跟一个Y 那么函数 成绩函数设计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回归到之前的章节 就是拿到函数要求极大几小值 那么求极大几小值的方法呢 这一题呢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啊 先把它 盛开好了 等一下微分比较方便 那么 有了函数之后呢 要求极大几小值啊 第一个动作呢 就先把它做微分 那么 微分之后呢 这边变成40减掉2X 这个X微分变1 所以第一项剩40 第二项呢 X平方微分剩下2X 那么 我们先把凌界点找出来 我们先令它等于0 令它等于0 那么 从这边呢 可以求得这个凌界点呢 X呢 它就是20 它就是20 那为了要确认啊 这个20这边呢 是不是有几大值啊 那么我们再进行第二个步骤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确认这边是不是几大值啊 首先呢 我们画一条数线出来 那么 现在0这点呢 是20啊 那因为这两个数字都是正数啊 所以呢 它 它的边界的点是0啊 那另外呢 因为加起来最大是40啊 所以它右边的边界呢 有一个隐藏的边界也是40啊 那么 首先呢 我们来讨论啊 就是X呢 如果小于20的话啊 那同学可以看到这个一阶导函数呢 它是大于0的啊 那意思就是说呢 只要这个X呢 越接近20啊 原函数啊 原函数也就是这个乘积函数呢 它的函数值呢 会越来越大啊 好 那么如果X呢 它现在呢 超过20啊 好 同学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 X超过20 40-2X呢 它就转成负的啊 换句话说呢 这个函数变低减了 那低减以后呢 就是表示说呢 X越大啊 只要超过20呢 那么 它的这个 原函数啊 也就是这个乘积函数呢 它的乘积会变小啊 所以最大值呢 发生在X等于20啊 那如果X是20的话呢 那Y就是20啊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两数啊 X呢 是20啊 Y呢 也是20啊 X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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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呢